黑神王悟空是魂游戏吗 难不难 像我这种守三挡能不能玩 通过我的观察 黑神王悟空它不是魂游戏 其实也很好判断 魂游戏是不能考难度的 玩的就是难度和挑战性 被随便一个小兵 砍两刀就会去世 遇到个小boss不死个十几回 不好意思叫魂游戏 显然黑神王悟空不是这种游戏 我感觉它更像战神和对骂手之魂 还有浪人崛起和星人 这些游戏都是能调难度的 玩低难度不会那么容易Game Over 操作的游戏角色会随着不断的升级 变得越来越厉害 然后去打更强的敌 这种游戏更适合普罗大众的玩家 魂游戏正好相反 它需要玩家自己苦练技术 逼迫自己提升 玩游戏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然后去打败更强的boss 玩家的学习曲线是很陡峭的 很多玩家都会放弃 显然这不符合黑神话悟空的定位 我估计黑神话 它希望适合更多的玩家 至于说手弹打能不能玩 具体要看你是哪个层次的手弹打 黑神话悟空的具体打法并没有公开 其实这类游戏玩法都差不多 比如有轻攻击 重攻击 组合剑攻击 远程攻击 道具攻击 长按防御 完美弹刀 无敌翻滚 血槽 体力条 魔法条 架势条 还有可能会有加血包 载具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其实这套战斗系统很多游戏都有 也都差不多大通小益 但游戏玩体验可是差别很大 比如人王第一关我都打不过 但是浪人崛起我竟然通关了 只狼我打得特别费劲 但是对马岛我玩着玩着就玩进去了 现在已经打到一区岛了 像我这种层次的手三打 我感觉我能打得了黑神话悟空 我猜他的难度应该像战神对马岛这类这个级别 他不会设置太多的门槛 要不就太小心了 但至于说黑神话悟空打击手感怎么样 还不好说 我看游玩视频有点担心 不过这份担心可能是多余的 因为游戏打击手感好不好 从视频里看不太出来 比如对马岛和浪人崛起我都玩了 论打击手感浪人崛起更胜一筹 打起来更有意思 对马岛知魂的打斗可能不够刺激 但是他里面那个对峙也挺酷的 将来悟空打起来是什么样 到时候玩一下就知道了 我看过很多只狼打boss的视频 一边看一边跟着比划 但如果那时候我可以玩到只狼这款游戏 估计也能打得很好 可能就是现在老了 眼神和反应都跟不上了 但是现在也仍然有适合我的游戏 比如我最近一直在玩的潜水员大夫 游戏里面也有很多紧张刺激的环节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 各位就当听着玩